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军亚太战略是否出现新的端倪 蓬佩奥成为首个访问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和戈兰高地的美国国务卿 美媒称大选后特朗普政府四处点火就是要让继任者灭不过来 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非战斗状态下以割喉方式残忍杀害39名阿富汗人 视频曝光 韩国出口型反坦克导弹射偏掉进农田 有意购买的外国客人现场目击 韩媒大呼真丢人 看到一则美军考虑在新加坡新设海军舰队的消息 引发了各方对于美国亚太战略变化的关注 在各方的聚焦之下新加坡官方回应 重建第一舰队当地时间18号晚新加坡国防部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声明 内容是回应媒体有关美国海军将在新加坡设立第一舰队的询问 声明表示按照2012年达成的协议 新加坡同意美国在本国轮换部署最多4艘滨海战斗舰 这份协议至今有效 美国国防部没有提出在新加坡增加部署舰艇的要求 新加坡也没有同美方进行相关讨论 此前一天 美国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维特在出席一场研讨会时表示 考虑重建第一舰队并将其部署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接处 他说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驻扎在日本的第七舰队 成立一支新的舰队可以提供更强大的威慑力 目前美国海军共下辖七支舰队 除第十舰队专门负责网络战以外 其他六支按地理范围划分辖区区 其中第二舰队主要负责西北大西洋 第三舰队的辖区覆盖东太平洋大部分海域 第四舰队管辖南美洲周边海域 第五舰队主要负责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北部海域 第六舰队的辖区在东大西洋 第七舰队的辖区覆盖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大部分海域 其中第七舰队是辖区范围最大的一支舰队 覆盖面积超过1.24亿平方公里 西起印巴边境 东至国际日期变更线 北至俄罗斯千岛群岛 向南直至南极 司令部设在日本横须贺 布雷斯维特提到的第一舰队在美国历史上 曾经真实存在过 1947年至1973年间 美海军第一舰队负责西太平洋部分海域的作战行动 后被第三舰队取代 美海军部长17号 并未透露第一舰队重建后的具体规模 也没有说明第一与第七舰队如何划分作战区域 有军方官员对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表示 布雷斯维特早在几个月前就有了重建第一舰队的想法 并与前国防部长埃斯珀进行过交流 埃斯珀对这一想法表示了支持 美媒分析 重建第一舰队可以减轻第七舰队的负担 并且能更有效地与东南亚等地区的盟友进行互动 日本经济新闻则认为 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得以实施 将是特朗普任内最后一项重大防务政策 但问题恰恰在于重建第一舰队可行吗 布雷斯维特明确提出 第一舰队重建后 最有可能的部署地点就是新加坡 美国战争地带网站认为 新加坡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 但两国军事合作从1990年就已开始 目前美海军舰艇不仅可以停靠新加坡张仪海军基地 还能在该基地进行舰艇维护等工作 下一步美国可以对张仪基地进行改扩建 但新加坡学者指出 部署舰队就意味着美国要在新加坡永久驻军 而新加坡一直抗拒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 对新加坡来说 允许美军建设永久性基地带来的损失 要远远大于收益 因此在新加坡设立第一舰队 几乎不可能 升级盟友体系 20号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和印度 四国海上力量联合进行的 马拉巴尔演习第二阶段 在阿拉伯海北部海域落幕 马拉巴尔演习始于1992年 原本是美国和印度海军进行的双边演习 从2015年开始 日本正式成为演习固定成员 马拉巴尔就此演变为三边演习 今年受印度政府的邀请 澳大利亚海军时隔13年再次加入该演习 本月初四国舰艇曾在印度东部的孟加拉湾 实施了演习的第一阶段 相比之下第二阶段的阵容更加庞大 美国海军派出了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 印度海军则出动了现役唯一的一艘航母 维克拉玛迪亚号 近年来亚太地区内美国盟友 相互加强合作的态势愈发明显 本月17号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前往东京 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会谈 这是菅义伟就任首相后 第一次在日本国内会见外国领导人 同时也是莫里森 今年以来第一次正式出访 与此前两国媒体预测的一致 双方在首脑会谈后宣布 就互会准入协定 基本达成一致 互会准入协定的主要目的 是将自卫队和澳军 实施联合演练的流程便利化 协定签署后 双方人员和武器装备 进入对方国家的手续将大幅简化 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今后日澳在路上进行联合演练 将更为方便 日媒甚至认为 今后不排除日澳进行联合夺岛演练 日本时事通讯社指出 日澳互会准入协定 是1960年日美地位协定后 日本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份类似协定 标志着日澳准同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梅德卡夫则认为 拜登如果执政后 日本和澳大利亚将是其亚太战略 最重要的两大支柱 双方强化合作 意义重大 美国外交学者杂志网站刊文表示 从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三年缺席 东盟系列峰会 任内频频以关税或撤军相要挟等可以看出 本届政府并未真正重视盟友 而拜登早在竞选期间就表示 要对与亚太盟友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投资 被美媒称为下一任国防部长最热门人选 米歇尔·弗洛诺伊也提出 新一届政府必须立即着手 修复与盟友的关系 调整战略威慑 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 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 本月18号透露 自今年4月 美军在亚太地区启动战略轰炸机 不定期部署以来 7个月时间里的部署次数 已经超过了此前9个月的总数 随着美国国防战略转向 所谓大国竞争 战略威慑力量的作用不断提升 但随着拜登宣布政选 有关美国战略核打击力量 从三位一体变为两位一体的消息 一直不绝于耳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 由于疫情导致经济陷入空前衰退 新一届政府面临削减军费的巨大压力 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就是被民主党盯上的裁剪目标之一 确实民主党取消003的升级版 呼声比较高 这个东西如果升级的话 目前算下来是花1000多亿美元 觉得是不值当的 特别是原来的国防部长佩礼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 陆基导弹是非常不安全的 容易造成误判 他们是希望最终把这种陆基导弹 都能够取消 然后变成空军和海军的核弹 但是目前现在我们看还没有最终 投票形成一个多数的法案 来限制这件事 当然美国如果取消了陆基导弹的话 并不意味着它的核力量就会降低 它现在开发出来的海基核力量的 小型核弹头 包括轰炸机带的战术核武器 可能会降低核打击门槛 那11月20号距离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 还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美媒表示说这很有可能成为 特朗普政府给继任者挖坑的60天 告别之旅 访争议地区 当地时间19号中午 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结束了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谈后 乘坐以色列军方的直升机 访问了约旦河西岸的一处犹太人定居点 美媒报道 蓬佩奥不仅是有史以来 第一位访问犹太人定居点的 美国在任国务卿 也是迄今为止访问定居点 职位最高的美国政府官员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 是阻碍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 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 兴建犹太人定居点 据以色列官方统计 截至2018年 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人口 达到44.8万 当天下午蓬佩奥还访问了格兰高地 他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访问该地的在任国务卿 格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 一块狭长地带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占领这一战略要地 实施控制和管辖 拒绝归还叙利亚 国际社会不承认该区域为以色列领土 联合国安理会1981年通过的第497号决议明确表示 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 强加于格兰高地的决定 是完全无效的 不具国际法律效力 2019年3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 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的主权 此后全国多国及多个国际组织纷纷警告 美国此举将引发地区局势新动荡 纽约时报评论称 蓬佩奥在短短的以色列行程期间 连续做出争议举动 可以说是向以色列保守派送上的临别礼物 同时也是为其自身可能在2024年参选总统 积累政治资本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认为 目前距离2021年1月20号 新一届政府就职还有两个月时间 特朗普政府在外交领域 频频做出危险动作 由美国政府官员形容 本届政府现在就是到处点火 让着火点多到 继任者灭不过来 动物未果后加码制裁 纽约时报早些时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特朗普13号与副总统彭斯 代理国防部长米勒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米利等官员开会时 就曾问及是否有办法在今后几周 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 在与会官员的劝说下 特朗普最终放弃了对伊朗动物的念头 但就在18号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 数十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 蓬佩奥强硬表示 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仍在继续 今后数周或数月还会有更多制裁 伊朗官方则回应 新制裁只不过是特朗普政府绝望的表现 有美国学者认为 特朗普政府加码对伊施压 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拜登政府执政后 重返伊核协议制造障碍 仓促撤军预兑现承诺 17号美国代理防长米勒宣布 特朗普已经下令明年1月中旬以前 从阿富汗战场大规模撤军 并从伊拉克小福撤军 撤回海外战场的美军士兵 是特朗普竞选期间的一大核心承诺 但近4年来撤军进展缓慢 撤军决定一经公布 美国政界和海外盟友便提出质疑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警告 过早从阿富汗撤军将令北约付出沉重代价 此外 美国国务院本月10号还宣布 同意向阿联酋出售50架F35战机 18架MQ-9B无人机 以及超过1.4万枚炸弹等各类武器弹药 总额超过230亿美元 此举引发了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 特朗普政府危险动作的实质 是在多个棘手的外交问题上 给拜登团队挖坑 限制其今后发挥的空间 目前看呢 事实上这个美国大选的结果呢 已经比较清晰了 特朗普在未来60多天呢 会面对一个总统任期的最后时刻 要急迫的 要抓紧时间 所谓的注定一些执政遗产 就是说我们知道撤军呢 事实上是他2016年参选的时候呢 一个重要的这个承诺 那现在看呢 是在阿富汗撤军呢 在美国公众这个民意上呢 也有一定的支持 所以他如果能够 至少摆出一个架势 如果呢 他在2020还有可能性的话呢 所以未来呢 也会留下一些空间 另外呢 像这个 伊核协议啊等等 包括对伊朗这种市强啊 本身呢 其实呢 也为这个后续 这个拜登政府呢 增加一些所谓的难度 留下很多这种坑 同时呢 我个人感觉呢 像蓬佩奥这些人呢 本身呢 其实还有一些 异己私利在里面 比如说他现在呢 更多的来驱动一些 资类的相关的议题 本身呢 可能也为自己 在这个美国国内 这个犹太人的支持啊 可能会有一些稳固 对他未来呢 也许参选呢 会制造一些 所谓的这种这个台阶 来看到目前呢 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25万人 纽约时报称 随着全国确诊病例数的激增 预计死亡数字还会继续的 急剧攀升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称 美国又跨越了一个 痛苦的里程碑 已有超过25万人 因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爱达河州仅在上个月 住院人数就增加了84% 医护人员感到身心俱疲 据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20号13点26分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 1171万5316例 累计死亡病例 25万2535例 华尔街日报称 美国在过去60天里 新增了5万例死亡病例 并呈现加速趋势 最近一周 每天死亡人数 保持在1000人以上 当前相当于每分钟 不只有一名美国人 死于新冠肺炎 威斯康星州19号 单日新增病例超过8000例 创下新高 随着疫情恶化 各州都开始收紧防控措施 芝加哥开始实施居家令 官员还敦促居民 取消感恩节庆祝活动 并避免出行 伊利诺伊 俄亥俄 马里兰等州 纷纷宣布或强化宵禁令 病例激增 迫使纽约政府宣布 19号开始 再次关闭公立学校 纽约市的学校 预计将一直关闭到 感恩节假期结束 不过很多家长对此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让孩子留在家里 而酒吧 健身房等场所 继续营业 这样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纽约政府警告称 如果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酒吧 健身房等 可能是下一轮被关闭的场所 距离感恩节 仅剩一周时间 当地卫生官员警告称 家庭聚会可能变为 超级传播场所 人们也担心 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会把病毒带回家 尽管疫情持续恶化 特朗普政府仍然沉迷于 对大选舞弊的指责中 强硬阻止同拜登团队 进行全力交接合作 拜登18号 与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进行了线上交流 明尼苏达州护士协会负责人 特纳向拜登讲述了 医护人员面临的困境 拜登在连线中 频频抹泪称 由于特朗普政府 拒绝进行全力交接 他的团队目前并不掌握 个人防护设备的库存情况 他承诺将在就职 之后动用国防授权法 推动个人防护装备 和其他医疗设备的 生产和发放 另据NHK电视台20号报道 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达126,644例 连续两天新增超过2000例 刷新了最高记录 东京 大阪 北海道 爱芝 等八个都道府县创新高 尤其是城市地区显著增加 住院人数和重症患者数增加 病床也趋于满源 韩国中央应急处置本部 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首都圈新冠疫情 大规模流行趋势更趋明显 防疫部门初步判断 境内疫情已出现 第三波流行的迹象 截至20号当天零时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中 社区感染病例320例 其中首都圈占68% 达到218例 据NDTV电视台报道 20号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超过900万例 中央邦的印度尔市 一家珠宝展厅的 31名员工被确诊 目前当地卫生部门 正在追踪这些员工的密接者 尽管疫情严重 但是哈里亚纳邦的公立学校 依然开始复学 这导致了学生 集中感染的情况发生 自本月2号复学之后 目前已有112名学生确诊 来看近日澳大利亚的军方 披露一份重磅报告 承认澳特种部队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以割喉等极端残忍方式 杀害了39名阿富汗平民和囚徒 澳军方对此致歉 澳大利亚国防军司令 坎贝尔19号承认了军队 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 并向阿富汗人民道歉 这些人恢传 слова 反应把最別等的事 口令和任何理故 与工法学败 这结析的则怨 不새辍细 dzisiaj 比撕医养地 结构 据英国广播公司披露的一段视频显示 这些澳大利亚特种部队在阿富汗作战 他们的任务是打击塔利班武装 但是一些特种部队士兵 非法杀害了手无寸铁的平民 来自澳大利亚国防军总督查 保罗布雷顿的调查报告显示 一些军官要求没杀过人的年轻士兵 虐杀囚犯练手 美其名曰经历浴血洗礼 为瞒天过海 一些澳军士兵有时在杀害阿富汗人后 在尸体旁刻意摆放武器或手持无线电装备 从而造成死者是在战斗中被射杀的假象 此外澳特种部队突袭阿富汗村庄时 曾展开嗜血杀戮 如残忍的对两个14岁男孩割喉 将遗体装入袋子后扔进河里 在其他血腥事件中 手无寸铁的阿富汗人在逃跑时 被澳军开枪击中被捕 身受重伤 当时我们在钓鱼准备野餐 大约中午的时候 这些外国人发动了突袭 他们抓走了我弟弟 把他带到一个角落里 几分钟后 他们朝他的头开了三枪 腹部开了一枪 他们离开后 我们走过去 看到我弟弟的尸体躺在地上 一些被控犯有战争罪的澳军士兵 目前仍在军中服役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威廉马来表示 报告揭示的暴行 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形象 产生破坏性影响 好 更内容再来看一组素揽 近日在印尼南加里曼丹省 有网友上传了一段猴子洗衣服的有趣视频 只见这只野生肠尾猴坐在洗衣盆边 模仿人类将衣服进入肥皂水中 搓洗着上面的污垢 如此重复了好几次 洗到最后 他还将脏衣服捞出 摊到水泥板上仔细揉搓 动作有模有样逗乐了大家 为感谢这位不请自来的洗衣工 衣服的主人 给了他一块面包和香蕉 作为报酬 日前为庆祝排灯节结束 印度南部胡马塔普拉村 举行了牛粪大战 村民们赤裸上身 站在齐齐身的粪堆里 互相投掷 他们兴高采烈地 将牛粪团成球状 扔向对方 据称被扔中的次数越多 好运也就越多 为保证活动当天 有充足的牛粪 村民们提前数周就开始收集储备 当地人表示 全身涂满牛粪不仅无害 还能治愈疾病 受疫情影响 全球航空业遭受重创 机场也失去了往日的热闹 为吸引游客 19号新加坡张仪机场 推出为期45天的 去玩张仪游园会 将航站楼变为露营地 游客不仅可以体验 两天一夜的家庭营 野餐营 星空营 森林营等 还可登上机场消防车 学习消防技能 或者来场卡丁车比赛 欢乐无限 张仪机场集团 希望通过本次活动 将人流带回机场 重现活力 当地时间19号 韩国陆军在经济道 杨平郡展示性训练时 一枚韩国国产的 现攻单兵反坦克导弹 偏离目标 1.5公里后 落在农田发生爆炸 现场还有购买意向的 国外客户 韩国中央日报表示 真是在国际上丢人 现攻导弹 以出色的捕捉和跟踪目标能力 以及强大的穿透力为卖点 备受海外关注 19号 俄罗斯导弹和炮兵部队 迎来成立76周年纪念日 为庆祝节日 来自米哈伊洛夫斯基 军事炮兵学院的学员 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术训练 超过700人和100多件装备参加 其中包括 原点忧和伊斯坎德尔导弹等 威力巨大的装备 一声令下 各型装备火力全开 短时间内大量弹药 疯狂倾泻 场面壮观 俄罗斯连日来 饱受冻雨之苦 多个城市交通受阻 事故频频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 有人在楼下给汽车除兵时 混凝土板 因为受冻结的电线拉扯 从屋顶坠落 砸穿汽车 好在当事人反应迅速 死里逃生 在滨海边疆区 冻雨和暴风天气 致使街边树木广告牌 灯筑倒塌 车辆也因路面结冰 飘移不断 显向还生 此外 冻雨还导致 莫斯科机场 几十个航班 被推迟和取消 18号 美国联邦局称 已正式批准波音 737 MAX客机赴飞 有遇难者家属对此表示 非常失望和悲伤 导致300多位死者的事故 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中国民用航空局表示 没有对该机型的 附飞设定时间表 维持此前的三原则不变 即飞机的设计更改 必须获得试航标准 驾驶员必须得到 充分有效的训练 两起事故的调查结论 必须是明确的 改进措施是有效的 19号 日本东京墨田水族馆 向媒体展示了 冬季限定灯光秀 月亮与水母 在幽暗的灯光下 工作人员将水母叠撞幼体 通过光影技术 投射到墙壁及地板上 营造出梦幻的视觉效果 随着灯光变化 影像更叠 游动的水母幼体 仿佛天空中的流星 组成了各种星座 华丽而炫目 梦幻而宁静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明镜幻而宁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